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动作呢 其实就像我们的肌肉一样 我们要学会去动作控制 其实要给它反复的做很多刺激 让神经跟我们的大脑有所连接之后 你才可以渐渐的去熟悉这个动作 这么说起来好空泛哦 我决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人生经验 我高中的时候成绩不好 所以我考试当然也没有考很理想 升大学的时候 我念了一个我自己并不是那么有兴趣的科系 读了两个月之后 有一天我就默默地走到教务处拿了休学单 因为我真的真的好想逃离这里哦 这其实就有点呼应到我刚刚所说的外界的刺激 不管是你喜欢或是你不喜欢的 它都有可能是让你有自我认知的第一步 我不喜欢这里那我要留下来吗 还是留下来寻找新的可能 还是要 还是要 就是另辟新的道路 这其实是在人生每一个阶段都可能遇到的问题 但在比较小的年纪可能就是跟升学或是大学相关 我回家就跟我爸说 哎爸爸我今天休学了 我爸直接傻眼 爸妈两个人都崩溃 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家伙他高中三年根本没有认真读书过 他怎么会想要赌上自己的大学文凭去做重考这件事情呢 好我很幸运的考完了试也获得了不错的成绩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是除了家人啊长辈或是朋友 其实大家都会用一种你疯了吗的表情看你 我记住每一个眼神或是记得每一句顺足我的话 但我现在回过头来看 我真的觉得我完全做的是对的决定 因为这是我真的有兴趣 我做起来也是真心感到快乐的一个领域 所以我不觉得别人的怀疑对我而言会是一个阻力 那在这边我也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概念 不知道我的心酸血泪史有没有为你带来寻找自我的一些想法或是勇气 重考算是一个比较激烈的过程 但他真的改变我人生很多 现在就请Shaleen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在美国是怎么找到自我的呢 我们从项内探寻走到项外扣问其实也是要花很多力气 那就请他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自己有一套framework是怎么运作的 第一个是了解问题告诉别人说这为什么很重要 第二个就是去了解自己到底你自己是谁 因为现在很多我的朋友他们就会告诉我说 他们从小可能在一个Hispanic的家庭下 就是neighborhood下长大 他们就一直以为自己是墨西哥人 你知道就是他们因为怎么看都觉得 大家都是墨西哥人那我也是墨西哥人 因为小时候你就会想要Fed in嘛 你知道他大学之后才发现 其实他是华人 然后他在大学的时候才遇到一些跟他真的很像的人 但是因为他从小就没有这些接触 没有这些自我的探索跟认识 也没有很认真看一下镜子 看一下自己是谁 他们就忘记了或者是就真的没有注意到 然后像我刚刚我之前的Cousin他就跟我说 他一直以为自己是白人 一直到后来早上才发现说 其实他是华人 所以你知道就是我们 如果从小没有在一个华人的环境下长大 在美国的话很容易会往外看 然后那种往外看就会直接 内化成我们心理自己的情绪 对 然后你真正的自我是谁呢 就是我通常会问他们这个问题 他们就说不知道 就还在找 没有关系 就是至少你要知道有自我这件事情 那怎么在找是另外一个话题对吧 所以我们刚刚说了 知道问题的重要性 然后知道自我 然后第三个就是知道你跟社会之间的定位 这个东西可以是了解别人的sterity 或者是了解 你可以怎么去做改变 像是我可能比较想要去让 没有声音的人拿到声音 就是我想要去让他们开始讲话 所以我就会去写书 我会去做一些演讲 但我觉得你可以找一个最顺自己的方式 你可能就只是去读更多的书 去充实自己的知识 让自己更aware 让你未来投票 或你未来跟别人分享的时候 你都可以成为那个大使对吧 所以我觉得重点是 要建议去你之后 你会知道你能怎么去跟社会互动 才能创造出对你跟这个整个社会 最有意义的价值 所以这大概就是我觉得 从知道问题 自我认识到积极去做的一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之中可能会包含很多 像是我们在学校期间的经验啊 或甚至像他已经在工作的职场的观察 或甚至整个社会的一个大的结构的 权力角色的空架之下是怎么运作的 我觉得在族群 美国族群最大的一个议题就是 你帮别人贴了什么标签 以华人来讲好了 我们不知道你们听过 有所谓的model minority 模范少数民族这个标签 他简单来讲就是说 华人都是努力认真 然后考试成绩很好 比较安静 然后会乖乖的 我也是会付出奉献 然后我一开始听到这个词 我也觉得 哇 那我什么都就是 各个美国都不用解释自己 别人就是对我有这么多正向的影响 真好 然后一直到我到大三的时候 上了一堂政治学的课 我才发现其实 这个标签就跟其他标签一样 他并没有什么不好 有时候反而更 limiting 因为 他是 这些标签都是告诉别人 说你不用了解这个人 你只要看看他的demographic 他长什么样子 是什么样种族的人 你就可以了解他这个人 等于是你把一个复杂的人 simplify 变成一个很简单的 这个人是用功还不用功 好人还坏人 这样子很 怎么说 简化 但是又不够尊重 也不够包容一个多元种族的故事 然后我那时候就在想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标签呢 然后我就发现 原来是1995年的时候 当时美国 总统他们要把移民的这个限制 给移除跟改变 然后其中他们就加了一下 就是他们接受亚洲来的人 可是亚洲来的人只能是医生 工程师或者是一些技术人员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他们就只让就是所谓 最能贡献给社会 然后呢通常医生 技术的人员都是要比较高学历的人来 他们就等于是把亚洲 比较有学历 然后最认真的吸引过来美国 然后当然就是你 为了要招这些人 他们通常就是比较正向啊 然后努力啊 因为这就是他们的工作嘛 但因为那个时候的原因 然后政治上 他们就贴出了这个表现说 华人就是model minority 然后同时他们也是希望 可以来华人的选票 就希望可以把 就是因为当时美国 还有什么墨西哥人 然后非英美国人 所以他们就希望说 那我可不可以把华人 来到我们这一边来 到时候政治上会更有力 所以他从一开始 就是一个找政策上的结果 以及政治上的考虑 然后现在也变成 就是model minority嘛 1965年到现在已经有 六七十年的 都还是一样有这样子的 名思 你就知道贴标签是一个 多难撕掉的过程 工作上可能有时候也会是 就是说 哦你看就是在Google 他们华人比例很高 但是我们都没有发现 虽然华人比例很高 但是晋升到主管阶层的 那一个坡非常陡 然后越往上越少 就是不像其他种族的人一样 所以我就发现说 会不会有一个更大的现象 会不会是其实这个夸奖的 另外一面其实是一个限制呢 然后我就问了一些 我在美国念书的亲戚朋友 然后表面他就跟我说 他其实一开始在美国的时候 他对华人并不是很了解 因为他生长在一个 比较白的neighborhood 所以他那时候就是觉得说 well他根本就不懂这些culture 也不讲中文就是完全不能connect 然后当他长大之后 他发现说 哦他其实很想要了解 他自己本人的heritage 所以他就开始去努力 变成那些model minority 对吧 听到的时候我就很惊讶 他就跟我说 他会努力要 对变得很安静 他努力要一直考好成绩 很努力要就是你知道 进行好大学 然后 这个东西当然不是那么容易的 因为他就是 这只是一个stereotype 是别人set up给我们 他并不能代表我们任何一个人 或甚至所有人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会很努力很努力 但是都觉得自己永远都不够好 因为model minority的这个bar很高 就他其实就是说 你要变成所谓最好的人 然后你要乖乖的不要出声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 玄化的过程 懂吗 你给别人一个 对 你觉得当你behave好了 你就可以有一些奖励的表现 可是这个奖励永远都不会兑现 所以很像是 别人就开一个空头之后 给你说 你来一个这个社会 你就乖乖的去努力向上 去考考成绩 那有一天 你可能会有一个好成就 可是等了六七十年 好像这个支票 都还没有什么兑现 好的 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啦 想要听更多 Sharleen在美国 对于权力角色的努力 还有试图翻转的过程 请不要错过下一集节目哦 请不要错过